大家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李兹贤 TNews联播网聚焦新北 桃园 新竹 苗栗 台中及高雄的新闻消息 头发新闻来看到新北施议会进行112年度总预算案报告 而市场侯友宜才刚上台报告 却被民进党团以明年谁当选都不一定主张变更议程 随后国民党团上台阻止要求尊重议会 让市长先报告双方一度僵持不下 国民党党会有这场冲突 起因于市议会民进党团要求市长侯友宜 应该等到年底县市长选举结果出来 看哪位参选人当选再来审查预算 国民党团则是主张说 有疑问应该在总质询的时候提出 建议先按照议程 经过议长蒋跟黄的协调 才让市长侯友宜顺利上台 本市获配人金数仅一万元左右 为六都之末 这种预算的税吃人数 人金数为四万元左右 低于其他五都 是唯一低于五万元之直辖市 一百一十二年度总预算 税出人金预算数是四万九千七百六十七元 叫第一名的台北市七万两千一百七十一元 相差甚远 所以我们是六都 但人金预算是最低的一个城市 例如来建议府今年更是一样 针对一百一十二年度 新北市总预算 岁入和岁出都创下了升格之后的新高记录 分别为税入一千八百四十一亿元 和岁出一千九百七十八亿元 而整体预算编列的重点 在于着重幼老照顾和教育社福的支出 一百一十二年度 税入税出胆差一百三十七亿元 为本市改制以来 边内最低 着重幼老照顾 社福教育支出 持续不断增加 教育科学文化的支出 七百一十二点三一亿元 较一百一十一年度增加 六十五点零三亿元 社会福利支出 三百八十一点五八亿元 较一百一十一年度增加 三十一点零九亿元 市长何友宜说 编列预算都是经过议会审查 也都按照采购法来执行 其中新北社福的规模是全国最大 尤其这几年涨幅更是高达了五成以上 在统筹分配管为六都人均最低的情况下 新北市府仍旧会努力的编足预算照顾弱势 好 另外来看到呢 今年上半年高雄市促餐 绩效民间投资金额达到了六百二十亿元 加上盈利事业销售额大幅提升 今年一到八月总税收已达两千两百多亿元 不仅成长绿居六都第一 也首度超越新北市 要升全国第二 仅次于台北市 渴望提升高雄的自有裁员 高雄市的这个标签是负债王的标签 你的唐债计划还是必须呢 要能够提列出来 议员在议事厅打算高雄市欠债居六都第一 市民人均负债将近九万元 不过市府立刻拿出税收成果来回应 因为在招商引资 出餐开发两具强力引擎充滞之下 根据财政部的资料 高雄市一到九月总税收达到两千两百九十一亿元 首次超越新北市高居全国第二名 就是今年一到八月 各地方政府它的国税加地方税 它整个税收的一个统计状况 我们高雄市今年来到两千两百九十一亿 那如果说跟去年相比的话 去年是一千六百三十六 整个增加六百五十五亿 成长幅度高达百分之四十 那如果说我们跟新北来讲的话 新北的话它是两千两百二十二亿 我们就多它六十九亿 那这也是我们首次超越新北 那现在以目前来比的话 我们大概是全国第二名 陈其麦市长金金金两年拼四年 不仅开发桥头男子产业园区 户国神山台积电更是落脚男子 也让高雄市盈利事业销售额 及初三绩效民间投资金额 都跃居全国第一 这一位高雄自有裁员 渴望大幅的提升 在市长的带领之下 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们去年盈利事业销售额 整个超破五兆 其实这也是 然后总共增加了1.05兆 其实这也是我们成长率最高的一次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去今年上半年 我们的造商绩效 目前是620亿 也是全国第一 然后还有其实我们整个的招商 就是市长上任之后 整个的招商引资 厂商投资在高雄也超过了5000亿 其实这个就可以展示说 我们高雄在招商引资的绩效 是非常的好 总质询期间端出税收 超越新北市的亮眼成绩 看来市府不仅要在负债问题上 扳回一城 更是要凸显市府积极招商引资 促进税收成长 将来渴望获得更多中央统筹分配款 推动市政建设 打拼未来30年荣景新竹县议会 今天定期会由县长杨文科来进行市政报告 AI智慧园区凤山工业区成功招商引资 推动十大交通建设 开源节流减债135亿 154项证件达成率都超过了9成2 也看见阶段性成果 产业建设教育等都稳步推动前进 县议会举行定期会 新竹县长杨文科进行市政报告 证件达成率超过9成2 看见阶段性成果 我们把证件154项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完成了142项 比例达成92% 可以讲每件事情我们都是实实在在 认真努力在做 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市政的愿景 文化科技智慧城 以及我们透过我们市政的主轴 拼经济中文叫享福利乐安居 用把这些我们的市政的核心理念 老中青又通通照顾 城市发展快速 全线人口来到57.7万 打造友善投资环境 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投资金额 高达153亿 连四年获非六都招商王 带动多元产业 向经济部争取四年8500多万 辅导109家中小企业 不只拼经济 明年总预算348亿 比今年增加34.6亿 首重教育科学文化 编列153亿 占了44% 其中解决重化区 新生爆量问题 新建加峰国小 胜利国中 今年完成招生 文中二 文小三筹备中 打通交通 推动十大建设 还有竹北 新峰11.8公里 绿色海岸计划 红毛港到凤山渔港段 一完工 新岳沙湾及凤岗兵案工程 预计年底能完成 把社会的福利 一直在增加 前后 可以讲 从四年前到现在 至少增加了 二三十亿元 那我们投入了这么多的经费 我们也同时减债 达到135.75亿元 可以讲是 充分的用每一分钱 我们必须要去开源 同时也要截流 钱都发在刀口上 因为每一分钱都是我们 乡亲的这些纳税的钱 所以我们在议会的 严格的监督之下 我们都非常的审慎 而且做一个前瞻的规划 154项证件完成142项 达成率92.2% 杨文科表示 持续努力拓展施政蓝图 长照十年计划 公托福利等都按部推进 要为未来30年容景打拼 优质投资环境吸引人口移入 新竹县劳动参与率 夺下了全台第一 失业率3.8% 低于全台平均 而县府开源节流减债 绩效全国名列前茅 远见杂志的 县市总体系永续竞争力 新竹县的经济就业表现很亮眼 也要升全国第二 打造优质投资环境 AI智慧园区四大厂进驻 为地方带来4000个就业机会 比县市总体系永续竞争力 新竹县经济就业快速要升 全国第二 我上任以来跟县府团队积极打造 一物质的招商环境 我们推动AI的智慧园区 凤山工业区 我们也协助了台积电 宝山1号区的扩建 也推动台资园区跟柯山 三区的这些的工业区的开发计划 我们就是要让科技及生意的产业 能够维持领先的地位 远见杂志县市总体系永续竞争力调查结果出炉 新竹县联色年或财政部非六都招商王 110年劳动参与率夺下全台第一 失业率3.8%低于全台平均 五支建十大交通建设打造30年容景 民间投资参与公共建设 推动竹北停拔BOT 引进首座大型购物中心 办理自强期间BOT案 带来五星级电影院 BOO方式招商建高校焚化炉 根除垃圾问题 开源节流减债135亿 常在绩效全国名列前茅 根据地方财政、社会福利、教育和文化 等九大面向评比 新竹县经济就业项目表现亮眼 超越17县市排名全国第二 我上任四年来 我们已经偿还了135.75亿元的债务 常在的绩效、名列前茅 我们就是不让债留只身 我们要打造一个 怨生、能养、乐游移居的幸福城市 我们县武团队非常努力 也非常优秀 我们近几年的施政成果是 踏踏实实的 是一步一脚印 我们不虚假也不奢华 我们就是要把钱发在岛口上 不只经济就业拼出好成绩 非六都中永续治理或第四 生活品质和现代化拿第三 地方财政排名第四 新竹县发展大要紧 让县民越来越幸福 救逆飞风队 救救生抛滑 救命 救救我的女儿 叫 大声哭救 叫 打电话求救 升 无限延伸救援力 抛 把漂浮物 抛给溺水的人 滑 能用大型符具 快速滑向溺水者 叫叫身抛滑 救你五步 有力五步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关心地方建设 等了40年台中市太平区的市民大道 第二期工程终于是完工通车了 长860公尺 更是当地第一条宽24米的主干道 在双向四车道连接台74线 能有效的疏解地方交通 而总工程经费达14.6亿元 上午举行通车祈福典礼 市长卢秀燕特别到场见证 请右借 简断红色缎带 台中市长卢秀燕开心宣布 太平区市民大道第二期工程 正式完工 今天通车 等了40年要开辟 从民国69年就准备要开辟 一直没有成功 一直到胡志强市长的时候 开辟了第一期 但是开完以后就又等了 又等了四五年 那我上任的时候 我就誓言我们的这个太平区的 这条纹路一定要打通 我要非常感谢这99位的地主 愿意成全割爱 同意我们的征收 非常非常感谢 那这15亿当中呢 台中市政府自己出了14亿 去年开工 那今年顺利完工 今天完工要通车 市民大道贯穿太平区从南到北 更是首条宽24米的主干道 连接台74线及周边市区道路 踩双向四线道能有效疏解地方交通 市长卢秀燕也邀请附近的民众 在市民大道下的路牌拍照打卡 建政通车也强调开通后 不仅能提升交通服务水准 更能带动地方发展 太平过去没有大路 那也影响了它都会化 以及区域的发展 所以我当初在命名的时候 我当初在进选市长 我说太平需要条市民大道 乡亲们听了很喜欢 就一直说市长 你可不可以把这条路 命名为市民大道 让我们太平被看见 太平被重视 从空中俯瞰 但原本住宅林立 要从中间剖开一条市民大道 是相当的不容易 如今完工通车 道路不但比直 电感地下化 进空天际线 让市长更加美观 这路地方居民是等了四十年 也难掩激动 这条市民大道 民众已经等了三十几年 将近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所以有了这条大路之后 其实可以就是 条条大路通罗马 我们宜家里的交通会更加顺畅 很好啊 这里开通很好啊 这样子很好 我们那里 那个市民踩都没有运运 踩的是 那框子都没有运运说 不要踩怎么都不会 很好啊 衔接一百零四年 开通的市民大道第一期工程 形成太平中枢的核心道路 市府正式将其命名为 市民大道一段 全长一千七百二十五公尺 后续第三期工程 将往北延伸到汉西东路 打造富士台中 新好建设的愿景 谢谢 同样是地方重要建设 来看到台中市南屯区 精密机械科技创新园区 是大渡山科技走廊重要核心 而周边南屯呢 近年来人口大增 为了解决停车问题 交通局进行停三立体停车场的改建工程 在今天上梁了 而完工之后 将可提供超过350席的汽车位 及590席机车位 并且期盼能来促进商圈繁荣 南屯区停三立体停车场上梁 地方人士齐聚 看着梁柱缓缓上升 满怀期待 带动我们南屯精密科技园区的发展 对不对 如今工程主体完成大半 力拼112年8月底完工 对临近南屯精密园区的 这块都市闹区居民而言 停车问题终于有谱 这个停车场是我们目前南屯区里面 规模最大的 将近可以停300辆车子 600辆摩托车 而且它除了环保之外 它还有一个特点 是它的广场 还有它的整个建筑 是跟我们市民的生活 把它结合在一起 上梁典礼不止区长到场 南屯在地里长来得大半 不少议员也亲自出席 因为南屯区领东科技大学一带 临近精密园区是大渡山科技走廊的重要核心 近来一具人口大增 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渐渐渐浮现 温上地区的话 因为整个的建设相当的多 包括很多河野住宅 包括很多的建设案都一直如雨后春笋 所以说造成很多的这样的停车空旋的需求 所以交通局在这一块上面赶快来盘点 那事实上也跟经济发展局合作 所以这次停山是经济发展局出资 那交通局来协助新建 而这座精密园区停山立体停车场 将新建地上四层建筑 一楼为机车停车场 将提供590席机车隔位 二到四楼规划351席汽车隔位 更预留将近半层楼的电动车充电车隔 我们有的是先设置 有的是用预留孔 那代表是我们已经把管线等等 都已经先申请甚至预埋 那以后如果随着时代改变 两年后三年后需要这个需求量上升的时候 马上去装设备就会容易很多 延伸周边的儿童公园 停山立体停车场规划大面积休闲廊带 阶梯延伸到顶楼 还可以远眺市区夜景 适应地形发展在地都市美学 盼完工之后不仅解决停车问题 更能让在地居民多一个散步休闲的空间 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 既提出幸福里程30公里政策之后 今天再度来推出桃园版的1280月票执行证件 张善政标受了双北的1280交通定期月票 有效提升大众运输量能 因此他决定推出桃园版 让市民往来北北桃能够更加方便 也更省钱 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 今日推出新的交通证件1280月票执行方案 张善政指出 许多市民向他反映最多的就是交通问题 他认为要改善桃园的交通 要先提升大众运输的使用率 因此他要仿造双北的1280交通定期月票 推出桃园版的1280月票 让市民可以在期限内不限次数 搭乘北北桃火车客运捷运搭到保 包括搭乘我们桃园的机场捷运 大家也知道说机场捷运最后的终点站 是进入新北到台北车站 同时也包括客运包括台铁 如果是从中立到南港车站 搭乘台铁通勤 一个月差不多2,500 领口到台北车站搭乘机捷 30天的通用定期票超过2,000块 我们现在一律就用1280的月票 吃到保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省的这些钱 张善政表示 但是这项方案会将台铁 国道客运机场捷运都纳入补贴 外界也许会质疑他乱花钱 但张善政说这其实是个投资 他以机场捷运为例 若是因为1280方案 能有效提升整体的运量 其实对于积极的收入是有帮助的 我们也看到双北的捷运 因为搭乘的这些民众多 其实就带动了商机 所以我们要想说 这是一个投资 除了运量增加以外 运量增加带来的商机 包括捷运站 比如说是积极的捷运站 招商或是那边的广告 这个其实都能够给我们的这个捷运沿线 带来更多的商机 由于这项方案牵涉到许多单位 张善政说未来他进入市府 会与双北市府台铁 科医业者及台北捷运共同合作 让桃园通勤族 可以跟双北的市民平起平坐 台74线台中大理段 衔接国道3号又临近工业区 在尖峰时段车流量大 常常会发生跨越曹化线 大型车站内车道等违规事件 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 为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就设置了科技执法 10月1号正式上路 高速公路上车辆为一时方便 跨越曹化线已经违规 台74线大理段塞车行车违规 问题不断民众感受最深刻 有时候下杂道的时候 有些车子会左边进来 然后整个就大家都塞住了 造成它那边就是交通事故 就是状况不好这样 觉得应该是要强力取缔啦 因为这个确实会造成 就是很严重的交通问题 台74线衔接国道3号交流道 因为临近工业区的关系 在尖峰时段车流量大 常常发生交通违规 或是车祸事故 而其中的两大噪音 就是跨越曹化线 以及大型车占用内车道 车辆会贪快 常跨越曹化线征道行驶 以及大型车占用内车车道 行驶等违规行为 统计大理段 去年共发生98件的交通事故 今年迄今发生66件的交通事故 交通大队将在10月1号 在台74县大理双向段设置科技执法 希望能够警惕用路人 降低事故率 一旦违规罚缓最高6000元 违规行为 将依大陆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33条的规定 来处理汽车驾驶人 新台币30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的罚缓 执行区域都设有警告牌面 提醒用路人 与科技执法的区段 行驶都在有侦测中 交通事故往往发生在 求快求方便 警方设置科技执法 加重罚金要降低 事故发生几率 根据交通部近五年的统计 全国交通事故 有六成发生在路口 今年交通部选定路口安全 为宣导主题 为了让交通安全观念 向下扎根 桃园市警察局到校园 来进行宣导了 播放事故影片 讲解事故发生的原因 震撼画面也让学生们留下深刻印象 建立学生交通安全意识 达院分局到达新高中 寻导 有别于一般课程 远景一开场就给了震撼走遇 机车汽车撞成一团 零件散落一地 这起死亡车祸就发生在 达新高中送门口前 而发生原因就是因为 两台车在经过路口时 完全没减速 惊悚方面让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该如何避免意外发生 接下来的课程学生距禁会是厅长 在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的问题 所以行车的时候不能太靠近 像是卡车或者是公车这一类的 我们了解到说比如说在有那个红绿灯或无红绿灯下 各个行人或者是机车或者是轿车 他们的优先的权利 根据交通部近五年来统计 全国交通事故有近六成发生在路口 因此交通部今年选定 路口安全未宣导主题 提醒民众车辆经过路口要慢看停 而行人则是停看厅 确保用路安全 我今年发现学生应该是比较不太了解说 在路上的路权 如果没有交通耗制的话 他们不知道到底谁该先谁该让 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行人的安全 大家都比较没有在注重 多数高中生到了三年期 依法就可以考照上路 分局针对校园进行宣导 希望学子在上路前建立起正确用路观念 桃圆市扬眉普新和平鎮地区一带 有许多原籍印尼的客家女性驾到本地 为了让远嫁而来的印尼妈妈有家的感觉 社区营造协会搭造了双语路标 上面有印尼客语和华语标示 而今天双语路标正式接牌 也让九位返乡的印尼妈妈们看了直呼感动 我们那个路标呢 里面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是它的客家化平银 第二个就是我们用中文给各位在座看的 平鎮的小红楼旁竖起了亮眼黄色路标 上面标的不是平鎮路名 而是印尼城市 还有与这些城市的距离 桃圆市扬眉普新及平鎮一带 有许多印尼客家女性嫁来本地 林妈妈就是其中之一 她嫁来台湾超过20年 在乡次数不超过5次 看到熟悉的文字地标让她好感动 下来台边多久 23年 看到这个路台也觉得有点亲切感 有啊 用距离 用华语跟客语拼音呈现 那让他们可以读得懂 我们台湾人看到中文也可以理解的情况之下呢 有没有可能让这些印尼妈妈感觉到 感受到我们客家人在台湾 其实是很有人情味的 一般人都认为从印尼驾过来就是印尼人 但其实印尼亚扎达 山口洋 三宝龙等城市 在过去是客家移民的落早 印尼约有两亿人口 黄人总数约1700万 其中客家人又占了二分之一 客家人像我们这个平鎮地区 驾过来的很多都是从山口洋一带 驾过来的客家人 所以他们是被称为是印尼配偶 其实他们的本身的母语是客家化 过去协会曾在普新火车站前 立起路标语言警官 慰劳印尼妈妈的思想之情 虽然后来被拆除 协会立名场地 让路标这一次在平鎮重现 吸起客家族群 及印尼妈妈之间的情感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换衣服才能抱我了 有人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 老师说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请吸收 让卫生肠病毒远离我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 今天台中市议会定期会 市议员郑恭敬 在义士堂上指出了 建国市场摊商 尾由民间回收的保利龙 不再进行收益 突如其来的收费 却引发了摊商不满 虽然说首创依照水费单的 垃圾处理费 请环保局协助 但议员强调 却只有一个市场这么做 呼吁应该要全面法治化 彻底落实回收 今天台中市议会进行 市服112年度总预算 仅销还未都见水联期审查二赌会 市议员郑恭敬就提出 原先各自摊商自行 委由民间资源回收业者 收运的保利龙 将不再以回馈方案进行收运 突如其来的外收费 引起谈犯不满 怒指金发局及环保局 互踢皮球 那么过去保利龙 都没有问题 收都不用钱 现在的这半年 为了这个保利龙 保利龙所造成的白色污染 一直都被视为万年垃圾杀手 市议员郑恭敬就指出 建国市场历经搬迁新职 刚满六年 却接到摊商成情 保利龙不再以回馈方案进行收运 虽然经过多方协调 首创跟着水费单上的垃圾 处理费请环保局协助收运 但全市共有42个公有零售市场 可是却只有建国市场这么做 市员郑恭敬就强调 针对保利龙回收的业务 应该全面标准一致法制化 不能只是会炒的小孩有糖吃 保利龙回收收费 交不惜摊商的不满 成了意识堂上关心的议题 虽然政工敬也希望 透过法制化建立一致的标准 才能够彻底落实守护环境 好 另外来看到 头云市府特区和中路重化区之间 最近几年人口是快速成长的 而这个当地民众争取要设置活动中心 是否透过了都计变更的方式 来取得的机关用地 兴建中心市民活动中心 兴建工程在今天是落成 启用了多功能使用的空间 将打造为社区的大客厅 中心市民活动中心启用典礼之前 当地民众轮流表演 表达了对市民活动中心的期待和欢迎 市长郑文灿 副市长李宪明 和地方人士共同参与了启用典礼 为活动中心揭牌 这一个小而美的市民活动中心 将来除了集会所 关怀据典 和教室等空间之外 也将打造为社区的大客厅 那因此我们变更了部分的土地 作为活动中心来使用 那这里是一个社区的大客厅 将来可以发展各种班队的活动 那也可以照顾长者 那我们希望 类似这样的小型的活动中心 当然只要我们的财力 跟这个可以许可 那可以分年来推动 都会区寸土寸金 要找到可以盖市民活动中心 和社福机构的地方 越来越困难 市府近年来主要是 结合社会住宅的工程 创造出开放公众使用 或者是社会福利机构 进驻的机会 另外关怀据典也从123个 成长到将近400个 包含长道据典在内 希望我们的照顾可以社区化 普及化 那这边的新社区大楼 正在这个成立 所以包括文中理等等 我们也在设置新的活动中心 也包括中城里 我们会运用社宅 来做活动中心使用 中心市民活动中心 一楼是社区关怀据点 和简易厨房 二楼有礼办公处 和社区教室 三楼则是多功能集会所 未来可以办理长者共餐 社区教室 和各式班队活动 落实在地老化 和终身学习的目的 配合劳动部保障高空作业车操作人员的安全 台湾安全卫生协会 附设苗栗职业训练中心 赤资相关的设备机具 并打造专业训练场地 而现场 徐耀昌是亲自来视察 实地体验高空作业车操作 也呼吁辖内各企业 要来加强职场安全 营造劳工优质的工作环境 穿戴装备进入高空作业车 随着车身身载 象征高空作业安全第一 根据劳动部推估 国内相关高空作业人员 约有1万5千人 其中劳工不安全的行为 是实在发生的主要因素 因此自今年7月7号起 劳动部收法规定 相关人员应接受16小时的教育训练 7月7号实施以后 事实上我们陆续的一个训练单位 给陆续的成立 然后今天的这个场地 刚好是在苗栗的一个训练单位 训练机构场地 也到时候也针对我们苗栗地区的一个 乡亲朋友或事业单位的方便 他这个就近的接受一个训练 也不用大脑跑到其他一个县市 然后今天这个场域里面 事实上它整个一个 从我们一个台湾安全物生协会 它整个场地的附设 看起来走进来是一个 蛮优的一个场地 为在竹南镇的台湾安全卫生协会 附设苗栗直讯中心 也因应政府政策 购置高空作业车设备机具 AI数位中心等 搭配优质场地 提升县内劳工专业技能 降低操作机械的危害风险 相信应该是除六都之外 是在县应该是第一名的 也是非常大力 谢谢许县长的支持 我们才有这种场地 然后如果各位 今天还有时间的话 除了我们今天观摩会 我们后面还有AI数位中心 我们有放我们AI的 擬针移动式的 起重机的模拟现场 以后考照也会在那一边 重视职业安全的县长 需要常亲自到场访试 感谢协会遗嘱在地 强化劳工朋友的工作安全 培训超过16个小时 那就可以去考得上证照 那当然就对自己本身 一个肯定之外 我相信公司 大家一定也会对于 这个考到这个证照的伙伴 更加的重用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有关我们的职业安全的运作 我们要随时随地的 来给予协助 除了有优质考照环境 与训练设备 还得靠作业人员谨慎操作 这场观摩会 不光是奠定各事业单位 职安基础 也促进劳资双方和谐 共创美好的职场工作安全愿景 好 另外来看到 苗栗县竹南镇公所发放 教育商品券 成为了镇长选战议题了 竹南镇长候选人康世如 按林控告现任的镇长方静兴等人 涉嫌图利特定厂商 触犯了贪污治罪条例 而对此方静兴回应 所有程序符合采购法 后续也将依这个法律行动来回击 竹南镇长候选人康世如 前往苗栗地检署按林申告 控告竹南镇长方静兴等人 办理教育商品券 涉嫌图利特定厂商 我许许多多的业者 来向我们来做陈勤 那他们针对于我们竹南镇公所 这一次所发放的教育商品券 有非常大的一个疑虑 那经过我们与相关人士 大家共同讨论后 的的确确 他们在对于我们 整个的一个采购方面 有严重的绑标图利的嫌疑 所以为了我们许多的业者 还有所有乡亲 他们的权利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按您申告 教育商品券来自于 离岸峰店回馈金 康世如提出 回馈金属于全民共享资源 竹南公所却用意有争议 限制性招标办理 且招标讯息载明 投标厂商资格应邀及 三至五家厂商联盟 且在竹南头份必须要设有据点 康世如认定违反采扣法 不当限制的规定 我们也会做这个 他跟我们提告的诬告的动作 还有一系列 他在问证收明委所讲的一些问题 我们都找出来 既然他提告 那我们也会有所动作 在下个礼拜 那我们也会做提告的动作 然后我们也会来召开记者会 甚至于超民委员或是厂商 愿意出来 大家一次讲清楚 针对指控竹南政长方进行强调 一切合法 而教育券为地域性使用 才考量究竟消费 且开标当下才会植习 有哪些联盟厂商并无图力 选举倒数双方选战交火 谁是谁非就待选民判断 一旦违规没有失备秀 只有警察秀 集成多点注意 安全与你相遇 欢迎回到熊现场 国门将开10月13日 入境零加期免居减 新智就要上路了 而提高疫苗的覆盖率 新竹县明天在副右馆接种站 有450剂的Novavax疫苗 能够来接种 公费流感疫苗也是明天开打 首播接种对象 包含医事防疫相关 及65岁以上长者 疫情还在高原期 新竹县提高疫苗覆盖率 Novavax疫苗 这周六将在副右馆接种站开打 年满12岁 符合资格对象都可接种 目前新竹县 新冠的疫情 还是跟全国差不多 都是处在高原期的 所以还是要加强 这个一些防务的措施 像这个戴口罩的措施 勤洗手 特别要再加强来施打疫苗 国门将开入境零加期 免居减新智 10月13号就要上路 但现在目前每天人有800到1300个新增确诊 降低燃疫数 中央公布Novavax疫苗提供给12到17岁青少年追加剂接种 新竹县10月1号提供450剂给预约民众和现场随到随打 对象是从原来18岁可以到12岁 那我们也是名额是400位 那也同步除了说可以预约之外 同步也可以现场50位来 随到随打 这样能够方便大家来接种的时间 不只要打疫苗防新冠肺炎进入秋冬还要小心流感 公费流感疫苗10月1号和11月1号两阶段开打 首播包含医事防疫相关65岁以上长者 第二阶段是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可接种 有两阶段那第一阶段我们的对象主要是像医事人员 65岁以上的长者还有一些高风险的像一些学生 还有那些勤出业者还有一些慢性病 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的 那第二阶段是11月1号开打 那11月1号开打的对象他是50到64岁 这样的一个对象 流感与新冠疫苗可以同时打 才左右臂分别注射 其中接种流感疫苗要到13项镇市卫生所 与47家合约医疗院所 卫生局鼓励多接种增强保护力 台中市推动双语教学 既打造首部英语希望传爱专车之后 又再启航第二部英语爱乐专车 今天正式上路了 不仅译注500本英语的这个图书 更搭配一位外师几位中师来深入偏乡 而且还采用电脑可阅读电子书 不仅增添了趣味性也迈向科技化 手拿钥匙往车一插代表着专车正式上路 台中市府为了推动英语教育 与企业合作共同推动英语爱乐专车 让偏乡的孩子都能够享有学习英语的权利 英语爱乐专车可以上山下海到偏远的学校去 这次非常感谢天力生技公司 也在我们杨郑中杨艺员的牵线之下 对台中市教育局捐赠这一部爱乐行动专车 半年前就已经开始运作 但是经过很多的一些修正改正 而我们终于连车跟书籍也统统到位 We can we can 我们可以来就你 小朋友坐在专车前 开心的跟着外师朗诵手中的英语绘本 台中市首部的英语希望传爱专车推动 共有537所学校社会 因此为了延续双语教学 今年在推动一台英语爱乐专车 由企业捐赠并译注500本英语图书 供小朋友使用 并搭配一位外师及一位中师 跟着专车巡回236间国校 各方面不同的这个面向 让这个孩子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 能够跟这个外师有一些互动 那我们当然这个外师会跟我们的英语老师 大家一起搭配设计很多的这个计划 而英语爱乐专车除了以英语图书为主轴外 更延伸一语说故事图书共读 扮演短剧等多元模式 还配置一组电脑连线看电子书 不仅变得更加趣味化也更科技化 就有新的英语专车来陪伴我们 就可以那个学习讲英文 我们很欢迎外师来我们学校 外师资源延伸到多所学校共享 并透过多元趣味方式接触英语 并将英语融入生活 不仅让小朋友自信开口对台 也能更加拓展国际视野 客家庄早期家家户户都有种植青草用途相当的多 而重现青草文化新竹县额眉国小老幼共学课程 就用大枫草 艾草让阿公阿嬷来泡足域 小孙子按摩双脚 气氛很温馨 还用青草做成了果冻 三层颜色相当缤纷 曾祖父坐在椅子上 小曾孙女捧起水冲脚 还按摩双脚 让阿太笑得好开心 竟想天伦之乐 重阳节就要到来 俄美国小老幼共学课程 感恩足域体验 今天送给温馨的祖孙琴 他在家里就知道 因为把泡汁也泡了 很听话 在家里很听话 然后他今天帮你做这些事情 你有很感动吗 很好啊 我今天帮阿婆洗脚 你觉得怎么样 舒服的 很舒服 阿婆有没有也帮你洗 有 那你觉得怎么样 舒服吧 熬煮大蜂草 爱草和香茅 加入水中成了最棒的足域 推广客庄 把早期家家户户 都有种植好用的青草种回来 中盛社区来到俄美国小 拿着青草介绍用途 也让老幼泡起脚 促进血液循环 并拿毛巾热敷 关节按压 舒缓筋骨 把青草运用在日常的养生 去年我们就已经开始推这个药草的族裔的方式 因为传统的话客家很多什么大蜂草 这个随便你座边居家座边都会有这些药草 去年又再推这个 去年刚好过年的时候 很冷 让老人家泡泡脚 对老人家的血液循环很有帮助 青草也能做成果冻 下层是香兰叶 翠绿色果冻 中层用筒干片看青香籽 上层则是紫苏看柠檬 呈现秋冬的甜色感 我们是用香兰叶当基底 因为香兰叶是天然的色素 它非常的绿 那也是这边有很多外配啊 他们常常在使用的材料 那中间我们是用 额美的筒干的橘子片 然后利用它的果肉做中间的布置 让下一代学会用天然色素 做出最健康好吃的点心 不论足域体验还是果冻DIY 都把青草运用极致 重现客装的青草文化 九九重央节将至 苗栗县大湖社区发展协会 精心规划了一系列重央敬老活动 除了有卫生及消防安全宣导 还让长辈变装游行 哈拉OK欢唱 阿公阿嬷粉末登场 不仅玩得开心更有益身心健康 也让传统的活动是增添趣味 挑扁担迎亲嫁娶 还有人穿礼服化身贵族公主 浓厚传统习俗搭配西洋元素 客装街道变得好热闹 鼓励长者走出户外 落实活到老学到老 大湖社区发展协会 今年有别一往 特别扩大举办一系列的重阳敬老活动 让他们走出户外 活到老学到老 然后最主要就是我们社区 大家要有一个凝集力 要有一个共同的观念 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健康 为了自己的生活 怎么去安排 怎么去 不会说待在家里总是看电视 来到我们社区 可以学画画 可以学毛笔字 我们也要桌游的活动 各方面都有 让老人家有一个自己生活的地方 协会将社区课程活化运用 还邀请邻近民众观摩交流 宣导消防及卫生安全知识 更安排变装街头游行 乐林长辈上街展活力 玩得不一乐乎 我们变装的主题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构想 就是历史重演 历史再现 我们可能每年的话 也会着重于这方面 或是平常我们都可以几半 因为今天表演的效果 与大家同乐 我们并没有着重于说 是因为出去表演 我们是随性的 随性大家变装 各方面都可以参与 因应健康老化 协会精心办理精彩的重阳活动 目的就是要凝聚彼此的情感 而未来也将规划 结合艺术美学 历史重现等主轴 打造属于在地的社区本色 当年国民法官 怎么会被别人找麻烦呢 我没跟我的小孩 怎么办 不用感动 国民法官的资料都是保密 法律经理官也不能吸收 而且捎到国民法官 是犯罪的行为 所以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我听你说 我在放心 古董 你怎么睡好吗 不不不 去哪里随人传 谢谢 谢谢 国民法官 希望您一起参与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苗栗县观光振兴行销活动 即将在10月登场 而今年同样有发票登录抽奖 文官局提醒了 自9月1号开始到苗栗游玩的旅客 记得要保留好发票哦 因为只要消费慢额 就能来参加抽奖 县府也将准备众多奖项 众所期待的苗栗旅游节 将于10月登场 活动起跑前提醒民众 9月份在苗栗消费发票 记得保留 传统的3月6月9月都是观光的淡季 因为大家都开学了 所以苗栗县政府为了鼓励大家持续性的消费到苗栗来旅游 所以请大家先帮您手边有的9月后的发票都留着 因为即将县府要规划一波振兴的活动 这些都用得到哦 苗栗县今年观光振兴行销活动 同样有发票登陆抽奖 提供千万大奖 因此9月1号起到苗栗游玩的旅客发票别人 而苗栗秋冬旅游行程丰富 包含南庄山水节山区泡汤等行程 每年都相当受欢迎 想要参与抽奖消费就对了 去年办理了第一届的苗栗旅游节 回想相当的好 创造了将近8亿的一个产值 那我们延续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方式 那我们希望说各位游客在秋冬之际 到苗栗来旅游 不只是来住宿 一般的消费 只要消费满了 都可以获得抽奖的一个序号 有机会抽中千万大奖 活动登场之后 月月抽奖消费越多 中奖的几率越高 手中的发票先留存准理 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中奖幸运额 苗栗县厚龙镇公所为了推广 介绍在地青农和农村产业 10月22还有23两天将举办一日游 规划前往标育牧场和新农场 台湾乡村酒庄好望角四站 活动开放报名当中 而镇公所也欢迎民众热烈参与 包含鸡蛋 鸡肉 醋银等 都是扣农着农村好物 镇公所为了介绍在地青农和农村产业 10月22 23号规划一日游 最主要的是把我们扣农的青农的基地 来介绍给我们广大的好朋友们 对 那我们这一次呢准备有四个行程 四个行程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标印牧场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个核心疫苗场 以及我们的这个台湾乡村酒庄 这三个我们青农在地青农 所这一个所建过出来的一个这个基地 那另外我们跟我们的修行观光的一个 非常好的景点就是我们的好望角 跟它做结合 一日农游体验首站为标育牧场 聆听神农奖养鸡达人分享 认识健康放走基础饲养过程 第二站核心农场参观温室栽培 自动化育苗 接着造访台湾乡村酒庄 了解酒醋产品制成 最后前往好望角 每一站都具有特色 友善来讲的话 譬如说我们的蛋来讲的话 我们的蛋都是做人道饰养 那我们的机制当然 它也有一些一个运动空间 那机制可以去外面去活动晒晒太阳这样 那所以他们来游客来的话 大概走哪些游客 游客来这边来讲的话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做一些简霸 然后我们会带他去参观说 我们机制的饲养管理 然后以及如何挑好的农产品 10月22 23号活动报名将至10月15号 两天活动共160个名额 想要走一趟不一样的深度游城 民众别错过这次的机会 台中市中区的第二市场 中山路过去水果店林立被称为是水果街 而其中有一家树根 至今已经100年了 第三代经营者也将近80岁 最近店面挂起了席灯歇叶红布条 不少老顾客好不舍特地再来树根 看看老朋友 包装水果礼盒每天重复相同的动作 老板娘蔡素贞一做将近半世纪 但今天的心情格外不同 不敢的是人客 人客的支持 我非常不敢 所以我的生活很辛苦 首先都不敢跟我的人客说 因为我自己生活很辛苦 朋友福定 感谢 再感谢 冷住泪水 雨带哽咽 要跟老顾客们说再见 第二市场中山路旁的树根水果行 从第一代经营至今交棒第三代 已经迈入百年 蔡素贞说最大的收获 是交了许多的好朋友 现在要退休了 实在说不出口 只好挂起布条来通知大家 老板夫人肝 现在这样身体不好 我一个人没办法 偷来经营这间 我还要照顾老板 他是我的老婆 我还要照顾好 很不敢 因为我吃了50年的水果 但是做朋友的时候 知道她妹妹现在这一次 先生突然的生病 她又高血压 看到朋友的立场 我们赞成 一听到树根水果行要歇业 许多老顾客们很不舍 树根专卖苹果葡萄等进口水果 拼之大受肯定 吸引不少外县市民众特地来采买 而包装上树根也是台中第一家 使用纸袋包装 老板的用心获得消费者的肯定 但除了年事已高 近来受疫情冲击 生意也大受影响 而决定跟大家说再见 疫情冲击再加上健康因素 老板决定退休了 从第一代香蕉专卖到第二代 开始转型经营进口水果 走过百年的树根水果行 在这两天架上鲜果卖完后 就要熄灯走入历史 以上就今天的Tnews 连播网 我是主播李兹贤 感谢您的收看 Tnews 连播网每天晚上八点 提供您最贴近名的新闻 我们下次再会 Tnews 连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旦违规没有失备秀 只有警察秀 集成多点注意 安全与你相遇 担任国民法官 怎么会让别人找麻烦呢 我们不跟我们儿子 怎么办呢 不用感动啦 国民法官的资料都是保密 网民典关也不能吸收 而且捎到国民法官是犯罪的行为 所以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我听你说 我在放心了 来 副导 你怎么睡好吗 不不不 去哪里随人传 谢谢 谢谢 国民法官希望您一起参与 我不要得肠病毒 完全没有消毒 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 我不要得肠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换衣服才能抱我 有人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 老实说 虽然还要在家好好休息 银鸡手 脏卫生肠病毒 远离我 救命特攻队 叫叫声抛华 救命 救命 救救我的女儿 叫 大声呼救 叫 打电话求救 声 无限延伸救援力 抛 把漂浮物 抛给溺水的人 滑 能用大型符具 快速滑向溺水者 叫叫声抛华 救命无步 又离无步 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